Durne Nowitzki跟Kevin Duran 谁的冠军精度比较纯 最近啊 网路上很多话语啊 开始说 Kevin Duran两个冠军吗 就不是抱着别人的大腿 或者是他自己的大腿给别人抱了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两个冠军他们说 没有Durne Nowitzki在2011年的 那个冠军来的 纯度构纯一点 那纯度构纯的有什么意思 就是Which one is more valuable Kevin Duran在这两冠军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呢 当然啊 我个人认为 有很多紧要关头 Kevin Duran跳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 紧要的三分 或者中距离的跳投 就是让当时的 克里夫兰骑士队追分的时候呢 就是那么有一点点的马力不足 或者每当Gabrong呢 要把分数超前了 Kevin Duran 碰 又是一针了 把对方心脏擦 所以呢 Kevin Duran在那一年的 两年的冠军系列里面 我个人认为 甚至在季后赛呢 都有良好的表现 还有呢 他的确就是球队可以赢冠军 最大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回看一下 Durk Nevisky的那个冠军的话 Navitsky完全是一人 阿弥陀军系列里面 也不算是 他虽然周边有很多很好的 supporting player 可是如果你反观在 2011年的那一年的 例行赛的话 Durk Nevisky的平均得分 在23分左右 在例行赛的时候呢 除了Durk Nevisky之外 还有另外四个球员 可以得到双位数的分数 其中最高的是 Jason Terry的15.8分 那另外Karen Butler 虽然在例行赛 大概有15分左右的平均 可是他出场的次数 并没有特别的多 那另外呢 还有Sean Marion 还有Tyson Chandler 分别12.5分跟10分 那Jason Kinn呢 在当时也是在球队里面 可是他基本上呢 得分没有上双位数 他是以助攻为主 那整体来看呢 当时独行侠的得分呢 就是大概有四个人双位数 那再向Durk 大概在23分左右 可是到了季后赛 Navitsky他有因此 而开始往上提升吗 答案绝对是肯定 他的平均呢 从23分的例行赛得分 一跳跳到27分左右 更重要的是呢 本来看起来 好像在得分方面 可以帮助他的Jason Terry 的确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在17.5分 那另外只剩下Sean Marion 几乎12分左右的得分 可以上到双位数 所以到了季后赛的时候呢 独行侠的得分 又变成Durk Navitsky 基本上是一人单挑大两 特别在热火赛的对战系列里面呢 他有dominating 就是转身单脚跳投 没有任何人可以挡住 这样子的一个架势 也在2011年呢 成功击败了新组成的 LeBron James Dewinway 以及Chris Bosch的三剧 所以我们稍微 回转一下 在当年 Navitsky 击败了LeBron领军的球队 当时很多人说 因为呢 这是第一年的 迈阿密热火 所以LeBron James呢 他在季后赛的得分 他在球的分配 他在出手的选择来看呢 是有点点不好意思 不管是不是不好意思 LeBron当年的表现 就是 不是非常的理想 那也让独行侠 击败了 这个热火队 LeBron在输给了热火力以后呢 他在季后赛的得分 就没有一年比 那一年还要更低 也是 也这样说呢 独行侠的胜利 造成LeBron James 新的学习 让接下来的LeBron James 是一年比一年强大 那这个也造成了呢 在Kevin Durant 第一次挑战冠军的时候 跟Oklahoma City的三剑客 James Harden Russell Westbrook 来碰到热火 最后还是断雨而归 所以 以当时雷霆队的阵容 跟他的supporting cast 来跟Dirt Nowitzky的 supporting cast来比较的话 到底是谁比较好一点 Westbrook Hardin 还有Ibaca 是当时Kevin Durant的 旁边的助手 可是 仍然击不败LeBron James 也许LeBron James的热火 比2011年还要再强一点 可是 基本上 同样的一个阵容 同样的一些人 在相隔没有几年的状况之下呢 Dirk领军的队伍 居然可以击败 LeBron James的热火 可是Kevin Durant 领军的三剑客 却没有办法 我们稍微把当时的背景 这两个人的角色互掉一下好了 如果你把Dirk放在有Westbrook 还有James Harder的球队 那你把Kevin Durant 放到跟Jason Terry Jason Kent这些人在一起的话 你认为Kevin Durant 可能在那年拿冠军吗 也许没办法 那如果Dirk去了OKC 他可以拿冠军吗 也不一定 可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Dirk Nowitzky 放在2018年的 荆州勇士队的话 那我认为荆州勇士队 真的是冠军 因为你看那两年 Kevin Durant拿下MVP 他拿下冠军的时候 在第一年 他的平均得分29分左右 在例行赛 可是他有另外两个人 得分在20分左右的助手 那还有一个Jaymond Green 那到了隔年呢 虽然例行赛 他得分没有Steph Curry来得高 可是到了季后赛 他的29分呢 旁边还是有26分的Steph Curry 那还有一个 几乎20分的Klay Thompson 所以到了季后赛以后 他得分的分配的重担 仍然是在两个人 他的队友的身上 这两个队友加起来 大概就有40分左右 40几分的得分 可是 Dirk Nowitzky从来没有这种助手 他也没有这么好的外围射手群 可以把他进去的空间 拉得特别的开 如果你觉得 Jason Terry的外围不错 这些人 Sean Marion好像不怎么投外线 可以帮他stretch 或分担他的劳力的话 那可能也没有到达 像浪花兄弟这样子的等级 可是如果你把Jason兄弟 就是Jason Terry Jason Kidd 给了Kevin Durant 我不认为Kevin Durant 可以跟Dirk Nowitzky一样 拿下关系 那这代表说 Nowitzky比 Kevin Durant强吗 我也不这样认为 因为呢 以个人的能力 以得分的爆发力 或者是现在攻击的手腕来看 的确Kevin Durant怎么看 应该都比 Dirk Nowitzky来得好一点 可是Nowitzky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魅力 可以让他 可以跟Kevin Durant 评价器区 或者甚至在 他自己的阵容里面 他可以取得胜利 而Kevin Durant 在这样子的阵容 可能没有办法赢球呢 我个人认为 很重要的一块 Leadership Kevin Durant 一直都不是一个 很好的Leader 他可能在跟 Westbrook搭档的时候 他有很多东西 对Westbrook是感动不敢言的 而Westbrook完全就是 一个Alpha Male 他就是一个 一个群里面 最凶的那只公狗 他就是主宰 整个群组里面的 所有的意见 所以Kevin Durant 虽然他的得分能力超强 他在得分就是 我觉得是宇宙强 可是他还是 只能跟随着 Westbrook的脚步在打 可是如果 Navitsky在那个环境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了 Westbrook可能会 听随 Navitsky的领导 然后慢下他的节奏 来打出一个 可能更有胜利的可能性 所以 以这两个人的差别 我个人认为 个人先天的 攻击的能力 得分的天分 以及 主宰比赛的 个人魅力来看 Durant是比较强的 可是如何让一个强 团队更强大 那可能Navitsky 是极高一筹的 很明显的一块 Navitsky如果在 跟浪花兄弟搭配 还有一个Dream on Green的话 Dream on Green 跟他喷垃圾话 Dark可能就说 Dark Dark 德文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可是Kevin Durant 他幼小的心灵 当Dream on Green 喷他两句垃圾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兴起了 要离对这样子的想法 而造成最后 金州勇士队的破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我 一个成功的队友 或成功的winner 或成功的领导者 谁比较强大 我的答案就是Dirk Navitsky 如果你说 谁是比较强大的得分手 谁有比较高的 得分跟打篮球的天分 那绝对 Slam Reaper Kevin Durant 是我的答案 你修行这种 我给了另一位 我也有看 能不能带 尊功的 你像这种 我们在那里 你 这种 人 你 这种